請就位 五號老師 請就位 哇 如果老師被淘汰 那就好笑 其實老師你要教你 總共有多少學生 文棗他們校隊 全部都是 都是你教的 對 大概二十幾個吧 打撞球都應該有一個 比如說每個教練 都會跟大家講說 比如說我們方式 比如說下盤要問 打撞球有沒有什麼訣竅 是不是 有沒有 一開始 知識很重要嗎 對對對 知識很重要 還是有人府講的 就是說他知識一定要怎麼樣啊 知識正確了之後 你才有辦法去學 後面更多的東西 對 所以老師 你看也是講了一口好球 好 來看看 他怎麼被淘汰的 來 好壞喔 老師被淘汰 那真的 第一顆球 音樂 老師加油 加油 好厲害 太厲害了 對 好 接下來第二顆了 你能不能在一邊講解說 譬如說我們現在都是你的同學 學生 那你怎麼教我們把這一顆 這個前打進去 對 譬如說以正常的擊球方式 然後四秒的過程 依照自己的習慣節奏 是 然後在擺桿的過程當中 注意看球 不要下到賽 是 然後就這樣子打出去 應該就會進 難道 我也要報名 我也要報名 對 老師這樣子才有說服力 你看一邊講 然後就很輕鬆的 很輕鬆 對 很輕鬆